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运的捷运APP会员们获得价值6000元的电子书阅读器 这是台北捷运公司与企业伙伴推出的捷运节活动 庆祝捷运第一条木炸线通车30周年 推出许多限量好礼让民众兑换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集聚一堂 我想今天日子是非常特别 也许对我们捷运公司 刚才主持人也有略略地借到 就是说民国85年3月28号 是我们当时的木炸线现在的文武线 是这个通车的日子 也是我们城市第一条的捷运 这条捷运对整个城市开始产生的结构性的变化 也是我们 各位知道我们是全自动而且使用电力的一个运输系统 那之后当然我们一条一条捷运的一个通车 那我们其实到大概今天来讲 我们大概已经累积了133亿人次的一个旅运量 人很多 大家知道我们平均这个一个旅客大概搭乘是大概8.3公里 那我们一年载的大概是7亿的人次 那使用的电力也差不多是7亿度电 所以大概可以约律的就是说我们坐一次 捷运大概使用一度电 那一度电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大概 它的碳排大概是0.5公斤左右 那如果是以汽车来讲的话 大概8公里的一个里程大概也是使用到1公升的汽油 那它碳排的二氧化碳的公斤数大概是2公斤多 所以其实 4倍 也可以这样来讲 我是多了1公斤多 所以每使用一次捷运 跟汽车来比的话就节省了1公斤的这样1公斤多的这个碳排 那一年 刚才提到的一年有7亿 有美金133亿 所以捷运对整个城市 这个所谓的近零碳排 是有一个非常明显巨大的一个贡献 所以说我们公司在这个政府 2050近零碳排这样的一个国家政策之下 我们也积极来响应ESG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近零我们推出的这个120 也是希望说 民众能够来多多搭线 我们这个绿色的运输工具 那对整个城市 有这个 尽一分心力 当然 我想近零碳排或者是ESG 这个 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尤其我们刚才这个金融业 就是他们说 没有ESG 就No Money No ESG No Money 就是说你企业如果不把夜市做好 可能这个借贷都会发生问题 那我们 我想就是说 很多民众也想说 那我怎么来参与这样一个 对 的近零排班 所以我们这次 好特别 这个搭配我们捷运节 有一个 你捐里程 我们捐这个公益 做公益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谢谢 就是 呃 各位可以好加入我们的APP 然后去使用 就是说 台北购APP 对 捷运购APP 捷运购APP 那你把你搭乘的里程书捐出来 是 25万公里我们就会 捐出一万块 对 这个孩子叔父的这个基金会来做一些 这个 谢谢你们 很多公益的事情 所以我们俩说 也趁这机会感谢国泰四华 还有这个独默 这个电子株 跟我们来共相盛取 一起来 把这工作做好 另外捷运中山易文郎 也推出30周年回顾展 透过一张张珍贵照片与记事 与民众一同回味 引运成果与达成往事 除了这个公益之外 我们也搭配了一个这个免费市集 就是说便费为保 就是说你不要的这个二手的一些 好东西 事实上都可以 透过这个市集 大家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而且我们 好看啊 这个每天参与或者是怎样 我们会得到这个所谓的减碳病 那这个多多累积 就可以做做的这个折点 对 好那我想 今天我们同步 在我们的中山易文郎 也有展开我们这个穿越北结 三十而立的一个回顾展 来展望我们 就是说过去30年 或是这个我们公司成立 今年是30年 通车28年 那整个一路走过来的这个点点滴滴 也欢迎大家能够 好来一起来 这个成果 对对 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 城市重要工具的一个历程 捷运节以ESG为主轴 以习物循环经济及绿色运居为理念 推出各项活动 邀请民众用具体行动实现简谈生活 并且北结率先抛砖引玉 捐款工艺团体关怀社会 叛大众一起响应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在豪大雨侵袭的模拟情境下 内务区公所与精锐礼办公室合作 进行住户疏散工作 紧接着搜救人员出动 将因土石崩落而受困的民众救出送医 这是内务区公所举办的土石流及 三坡地老旧聚落防灾疏散避难演练 希望借此做好防灾准备 并强化各单位救灾能力 以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极端气候 所带来的威胁 就只要是因应我们的气候变化 变迁太大了 然后现在暴雨还有地震 随时都会复合宿的灾害一直在发生 不会只有单一的一个形态的灾害 所以我们每次的演练 都会把这些状况纳进来 让我们的所有的工作同仁 能够熟悉各个状况的一个处理的一个现况 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大的一个转变 演练的重点在于 山坡地聚落住户的疏散避难 对于山坡地占比达六成 并有三个土石流聚落保全户的内湖区更为重要 我们现在还有三个土石流聚落的一个 保全住户的一个灾害 那包括我们的毕山里我们的金瑞里还有我们的港华里那这三个地方呢 都是我们目前还有保全住户需要我们去做一个万里灾害来的所有一个救援的一个工作 那这是我们重点中的一个重点 我们希望万里有灾害来的时候 能够避免我们的市民朋友财产生命的一个损失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扎实的防灾疏散演练让主办的金瑞里长 及临近的毕山里长都觉得很有意义 我们刚刚演练的就是一个保全住户的所谓保全住户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之前那边就是有被土石流就是有被它冲击到 然后造成这个财务啦 还好能没有怎么样及时的撤离 所以说现在就好像说 驱空所请我们各单位然后大家一起来演练 让我们能这个更加的熟悉啊 然后能应对未来更好的这个处置 因为整片山跟山下的密集住宅是80%跟20%的相差比 所以80%全部高大地工程处跟新工处在我们山上要做维护工作 因为山多水多 所以那个灾害的部分我们真的要感谢大地工程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虽然他们这样努力 但是他们也知道我们也非常清楚 真的要努力到什么程度才可以防灾呢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背后待会要主持那个活动 那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金瑞里长罗世福表示前任市长柯文哲规划启用的金瑞里 调红成差池的确有发挥效果 他也会持续向北市府争取更多经费 并加入智能科技以打造更为坚韧的防灾社区 我觉得说平常的豪雨我们还真的是这个所谓的海绵城市 还真的还做得不错 当然未来的话我也是希望就是说 我个人的话是当然我还会在防灾这个坚韧的社区 我还会再继续的加强 如果台北市政府那当然如果未来更智慧化的 5G智慧感啊 那个那看我们能不能让我们 对 当然这个经费上啊 这个我们是努力的向这个市长争取 内务区务所方面强调 除了警销等救灾单位 这次演练还结合了区内任性社区 以及开口合约厂商 并着重在社区与民间的协力合作 希望提高灾害耐受性 并快速完成灾后复原工作 建立永续防灾家园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民众党党党主席柯文哲 柯文哲身穿反光背心化身清洁队员 在演员吕少奇的带领下 跳起剧中舞蹈 还摆出招牌抓头动作 疑惑自己怎么会接下音乐剧演出 柯文哲说自己是被骗来的 幕僚跟他说不要紧 但他觉得不是不要紧 而是很危险 所以刚刚看你就是在音乐上 其实跟的还蛮好的 没有落拍的很严重 那有没有就是练练 是有特别下功夫练习吗 我今天几点来的 今天两点钟到 拍照录影到两点半 然后他说现在给你几分钟练习 十分钟 舞台剧嘛 戴佩霞的专场 不过我们这是玩票性质 其实我跟你讲 我是被骗来的 哈哈哈哈 我进来就 我的幕僚跟我说不要紧 我说变来就好像不是不要紧 很危险的样子 哈哈哈哈 佩霞姐跟主席合作有什么感想 很有趣啊 因为平常我们都是 我啦 都是从电视上看到 科皮的嘛 现在我可以从旁边观察 那接下来的这个旅程 我觉得会是非常有趣的旅程 因为我们从报纸上啦 电视上看到那么多人在谈它 现在我们导师真的就在旁边亲眼看看 是是怎么样 所以充满了期待 然后我一直很欣赏它幽默的部分 有很多时候可能电视上比较不容易看到 接下来我想我们应该有很多机会可以看到它有趣的那个部分 他做自己 他做自己我们大家都知道嘛 他都不太看人的眼睛嘛 所以他反正自己走自己的 自己看自己的方向 我们大家就看他就好啦 所以我充满期待 充满期待 不要太多跳舞就可以 还有那个唱歌 我看还是对嘴 不行 不行 我们一定要上现场 我们都是现场 那你要那个卡拉OK 电视带给我 没问题 没问题 好啦就这样 这个要先声明 票房不好不要怪我 哈哈哈 不会不好 他就要来扛票房的 哈哈哈 好了好了 哈哈哈 可以下班吗 哈哈哈 啊 对了 再过两个月啊 我们房子就要拆了 你房间里面那些东西 是不是应该要回来整理一下 什么 全部丢掉 哎 你会不会再不珍惜了 我大声 我哪里有大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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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导谢念祖表示 音乐剧《倒垃圾》是从台湾特有景象 民众追着垃圾车的想法出发 延伸到当人们面对心中的断舍离 该如何抉择 剧中赖佩霞挑战强势母亲角色 诠释现代台湾许多长辈 因儿女在外打拼 无法时常见面 在倔强强势性格背后 其实有着深沉的孤独感 谢念祖也表示 站在剧团立场 希望透过跟不同政治人物合作 让他们看见剧场生态面临的问题 剧团其实在整个社会当中算小众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人参与 能够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剧场 然后也更多的了解 我们想要跟大家讲的议题 那之前我们有演一出戏叫做成像起风了 是讲网军的 所以我们就找了四个女性的政治人物 有国民党的巧新 民进党的黄杰 还有黄杰那时候是五党籍啦 然后 民众党的发言人千秦 对还有民进党的谢子涵 对 然后一起共同的演出 然后演出的效果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这次在加演的时候 我们在想说 我们该找什么样子的人 来让倒垃圾这件事情 都根这件事情 能够更多的被社会关注 然后 我们后来去 有一次就是跟千秦 约吃饭 民众党发言人千秦吃饭 就聊着聊着聊着 他就问我们说 那你为什么不找柯皮 我们想说这 可以吗 这可能吗 他schedule这么忙 怎么可能 我们可以试试看啊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可以去问问看啊 我们说哦好啊 当然好啊 就去问 然后问了 问了之后 他说 那个党部觉得这个点子还蛮有趣的 对 然后他们会好好的认真商量 讨论这件事情 就讨论了好一阵子 都没有给我们回复 对好几个礼拜过去了 然后后来我们跟佩霞姐 要上一个通告 就在华山这旁边那家咖啡厅 我们就讲这件事情 佩霞姐说这点子很好啊 一定要想办法 他就把手机拿起来 直接打给机要 机要在这边好 然后他说 哎这个点子很好 然后我们就 他们就又 再隔一周 我们就得到 确定的讯息说 柯皮愿意参加我们的演出 对 然后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 参加音乐剧的演出 对 那我们其实并不紧张 他的幕僚比较紧张 对 那今天刚才比较早到的媒体记者有看到他在排练 就是他第一次排练 对 因为我们上一次 成像启风的时候 也是先让这四个女生 女团 就是排练了 两个小时吧 差不多 他们比较久 对对对对对对 就跳给大家看 看完之后 那个 一露出之后呢 下面一排都骂神 说跳这么烂 这个剧团是不想活了吗 但是没想到演出的时候 他们跳的四个表现都非常好 非常好 全民大剧团音乐剧《刀垃圾》第三度加演循徽 将于4月26日到28日 在台北艺文推广处城市舞台演出 6月1日在高雄文化中心智德堂 9月14、15日则是在台中中山堂演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台北市政府启动创业家任意通计划 深化新创与国际连结 透过开办创业家护照 协助本市新创进驻国际共享空间 连接在地资源建立人脉 以及与姐妹市及友好城市的官方或第三方组织 共组城市新创伙伴的方式 促成城市间创业资源合作共享 创业家任意通的护照 这个计划我们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Global Pass 创业家护照的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城市新创的伙伴 透过创业家护照 我们跟更多的我们的Corking Space来合作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新创团队 不要像过去一样 一个人只身孤零零的走到其他的城市 然后自己摸索自己开拓 而是利用当地的ecosystem 当地的链接 我们可以省去我们很多新创团队 去搜寻去找寻等时间 那当然透过跟新创伙伴的合作 城市伙伴的合作 我们可以让好的人才能够来到台北 也可以把台北的优秀人才 透过官方的推荐 让他们能够进到我们合作的城市里面 那首先我再穿一张护照的部分 门槛很简单 只要你是在台北市 设立12年以下的新创公司 都可以来申请加入这个计划 那初期我们希望 能够先让我们的新创团队走进亚洲 所以我们在第一阶段 我们总共有9个国家 19座城市 92个据点 这些城市跟据点里面 涵盖的是整个东北亚 东南亚重要的新创城市 所以当我们的新创团队 要到任何一个这边的据点里面 去进行短期的会议 活动的举办 甚至是可能要短期进驻在这个机里面 都没有问题 我们都会透过我们的当地的合作伙伴 来协助大家 更重要的是 透过这样子的计划 可以让大家直接进入到这个ecosystem里面 去跟当地的新创团队做媒合 跟当地的新创团队做交流 甚至是跟当地的企业 去进一步洽谈商务合作的可能 那当然台北市政府作为推手 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新创团队 好好的推向国际的时候 所以我们会提供进出费用的补贴 那上限是费用是80% 那一年一间企业的上限是2000美金 那事前有跟同仁稍微去了解过各个城市 当然每个城市有不同的物价 行情等等 但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在短期的使用上面 绝大部分我们新创团队的需求 都能够涵盖在这样子一个计划里面 那怎么样申请很简单 在台湾每个人都有手机 每个人也都有LINE的账号 所以拿出你的LINE App 搜寻我们的创业家护照的官方账号 加入好友之后 申请成为会员 提交你所想要去的那座城市的哪一个基地 跟你想要去这座城市这个基地 进行什么样子的活动 什么样子的交流的方案之后 我们会跟当地的对接的城市基地来接下 接下完之后就安排我们的团队 到达这个守在地 那我们的团队的伙伴们 办完活动开完会议之后 只要减负相关的一些证明文件收集 结果就回来我们就可以来去做一个单据的审核 那刚刚谈到的这样子的费用的补贴 我们就会提供给我们的新创团队 市长蒋安也希望借此提升台北新创 拓展国际市场实力 并延览海外新创后专业人才到台北发展 我们创业家任意通 也就是Solar Global Pass正式启动 而且落地 我要非常感谢所有的同仁伙伴 以及和我们共同合作 跨出这第一步的来自 不管是日本 菲律宾 各个主要城市 参与合作的伙伴大家共同的付出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台北市 我们在即刻开始 对于未来产业发展 有两颗非常重要的引擎 这双引擎 第一个是 Build Taipei as a Founder Friendly City 创业家友善城市 第二颗引擎 是Build Taipei an AI Driven Smart City 以人工智慧为导向的智慧城市 而这两颗引擎 未来是我们产业发展 非常重要关键的 双主轴 而关于如何打造台北 成为双引擎友善城市 今天的Startup Global Pass 将是最重要以及第一支箭射出来 未来我们要让台北 所有的新创团队 当它想要拓展国际市场 走入世界 甚至到各主要重要城市 去链接在地的资源 人脉 资金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关键的一步 所以我们的发想 是希望创造互惠 以及多方的合作 也就是台北市 我们有13处的新创基地 那在去年 我有机会到临近各国家主要城市 去实际参访 包括到日本 包括到韩国首尾 包括跟上海 以及新加坡等 我们双方很多交流 就特别有提到 希望能够让彼此的新创基地 以及共享空间 可以共享 让双方彼此的新创团队 互惠 创造多益 所以我们很高兴 跟日本福岡市的高岛中医郎市长 当时他来到台北 和他面对面 谈到这个计划 他非常的正面的回忆 也很高兴未来可以来合作 非常感谢我们菲律宾马尼拉办公室 也非常积极 而且愿意参与这个计划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 和韩国首尾的Tips Town 还有包括像新加坡 上次和他教育部长谈 他也非常愿意一起参与 那这一次 我们其实最重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Outbound 一个是Inbound Outbound的部分 让我们的新创团队走入国际 去链接国际的资源 以及具体这些主要城市 新创社群相关的资金人才 那Inbound 我们很高兴透过马尼拉 在地最大的新创社群 也就是Tech Shake 能够推荐他们优秀的团队 如果要来台湾 那相关的人才 也可以跟我们新创团队做交流 相关的媒合 那我也要谢谢福岡特别推荐 在地也是最大的新创社群 也就是Fukuoka Growth Next 未来他们也会推荐 优秀的团队来台北进驻 跟我们的团队人才 互相的学习彼此成长 台北市新创国际化是必然也是趋势 市府积极打造台北成为创业家友善城市 驱动本市新创生态与国际整合 后续还会有其他的计划推出 助力新创持续成长 记者问郡君台北报道 来自高雄的立法人邱志伟 与许志杰共同召开记者会 希望争取高雄机场 直飞日本岗山的航线 除了拉近桃园机场 与高雄机场 直飞日本的航班数及航点的差距 让南台湾的国人也能方便地前往日本旅游 高雄岗山与日本岗山更有地名相同的特色 两地能够直飞绝对是美式一桩 高雄我的选区所在地是岗山 岗山我们日本也有岗山 岗山也是一个旅游著名的一个县 所以如果能够岗山非岗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类似于台北的松山非四国 日本四国的松山一样 地以上名声一样 如果能够促成这个台湾的岗山非日本的岗山 我想绝对是美式一桩 那目前来看 这个桃园非岗山在去年就已经就开航了 那我们一直期盼高雄非岗山也要尽数来开航 我想绝对有足够的能量 立法院求智伟特别秀出高雄岗山三宝羊肉炉 辣豆瓣酱及龙眼蜂蜜 希望未来首航可以与地方人士 一起到日本岗山昌返 许志杰也认为 不只增进两个城市的光发展 这文化特产方面更可以借此充分交流 让台日人民友情更为密切 志伟拿的是豆瓣酱蜂蜜还有羊肉卤 那岗山有葡萄水蜜桃还有陶太郎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到时候除了两地附飞之外 两地可以对飞之外 两地的特产也可以互相交流 甚至岗山其实日本拉面都很有名嘛 我们豆瓣酱他们拉面配我们豆瓣酱 我想那个味道会不一样 一定他们会觉得说 你们那个岗山的豆瓣酱好吃 所以也一定会获得好评 甚至我们豆瓣酱换桃子也不错 换水蜜桃也不错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今天岗山跟岗山的对飞 对飞有它历史上 有它名称上情感上 还有两地特产的交流的一个多重的意义 对此交往部航政司与民航局出席代表 也做出正面的回应 部里面也是跟民航局就一直有在促成 航空公司能够对内能够解决 机队人力不足的一个问题 那对外也希望说 日方的地形能量能够尽快恢复 让我们的一些航班能够尽数的增加 乃至于新闭一些航点 高雄的航点 我们在疫情前有七个点 那从今年的夏季颁表 就是3月31号开始的 夏季颁表 我们会回到六个点 如果岗山这条线再把它促成 我们就会回到 就是回到疫情前的点 百分之百都回到了 所以这一个点其实是相当的关键 如果说它 我们促成这一点来飞的话 我的航点 高雄的航点就已经回到 完全回到疫情前的航点数 台湾湖航代表 进一步表示 最快五六月可以确认 两地能否支飞 如果一切顺利 最快下半年可望成行 那高雄岗山 其实我们也一直很很期待去飞 那也规划在我们今年的冬季颁表 其实先前我们甚至希望更早 但是日本在疫后 其实当地 无论是在地勤人力 或者加油 或者是海关都缺乏 那到昨晚 我还在跟 岗山那边的人说 我们要开记者会 你告诉我最新的消息 他跟我说最快 可能在五六月 如果招考海关人员 顺利的话 他就可以告诉我们 能否成行 那我们期待 在五六月有好消息 那我们七月就可以 把这个讯息 共同期待去把它发布 除了争取直航 邱志伟与许志杰 更希望以此为起点 未来继续推动 日本岗山与高雄成为姐妹城市 也开启台日友好新的里程碑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导 又散步咯 又散步咯 走走 美食好环境 毛泰好亲近 首度代言家福用爱包围的林心如 为家福拍摄公益影片 非常同理当父母要面临蜡烛两头烧的压力 虽然自己经常和女儿沟通 但也会有理智线快到临界点 或压力爆棚的时候 这时务必要让自己冷静下来 在情绪平和地和小孩对话 那我自己的方式 其实是比较民主的方式 就是我很多事情是让她自由去选择 然后我们再一起来讨论 那当然大方向原则性的问题 我会守住 比如说她现在还小嘛 看3C产品啊 或者是吃零食啊 几点要上床睡觉这些事情 我就是会守得比较紧 那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都是可以很好沟通的 当然你还是会有几次 因为可能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那理智线快要断掉的时候 我也是属于暂停法 那我还没上过这个课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 好先停住 然后深呼吸 要不然我会先离开这个现场 因为我觉得父母 你要稳定自己的情绪 你才可以去照顾小孩的情绪 如果你自己的情绪都照顾不了的话 那我觉得你可能会让这个现场 这个情况变得更加恶劣 然后也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先把自己的情绪照顾好 然后再跟小孩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这是非常重要的 深呼吸三秒很重要 现在这个社会很多的父母都是 都双心家庭 所以你可能在外你要面对你的工作 回家你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所以你蜡烛两头烧 你真的会在很多时候 会面临你那个情绪的临界点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寻求帮助 跟寻求一个抒发的管道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很高兴就是家福 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有 然后我觉得让很多的父母 他可以由管道去抒发 去学习怎么样来面对你的小孩 参与家福安全养育 孩子课程的家长分享 以前希望让孩子快点听话 会用体罚管教 现在学到技巧 用回应取代反应 理性的和小孩沟通 亲子关系也更加亲密 老师也教我们说要踩刹车 用回应来代替反应 老师讲的反应是说 他们孩子在争吵的时候 我们当下的那个反应就是 我可能会先大骂 然后手去动手 这是回应 那老师教我们要用 这是反应啦 老师教我们要用回应的部分是说 我们先踩刹车 先深呼吸一下 去了解说他们为什么吵 然后我们再反思一下说 好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去 去解决当下的问题 对 那不是 不是像以前可能当下 就会变成是我去吼他们 然后他也会很生气去说 为什么我都要让小的 为什么都是我吃亏 为什么总是我要去让小的 对 然后可能他也大吼 我也大吼 到最后整个情绪是 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那事后变成是 我们会去用回应的方式 去想说 好我退一步 我先了解事情的状况 那再跟孩子做沟通 那至少不是后面我才来后悔 自己在哭说 为什么我刚刚要打他 我可以不用打他的 小孩吵闹的话 我都会用吵的 用吼的 然后我觉得说 这样根本是让我觉得 更疲累而已 然后后面遇到 家福ATC的时候 上个课程 我才知道说 原来我不用那么吼 大声的去吼 然后教导小孩 然后因为课程上 有一个课程说暂停法 一开始要先听小孩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听完之后 再用我的方式跟他们讲说 我要的是什么东西 可是达到后面的要求是 大家都是要共同的好 家福基金会进行 父母对教养的看法调查 发现有两成一家长 近一个月曾体罚孩子 但体罚不仅对亲子关系 造成负面影响 更与家长管教原意背道而驰 那体罚后会不会影响亲子关系 我们跟去年度儿少的声音 相比较之下做了一些的调查 那我们发现说 父母亲就是黄色的部分 他们实际体罚之后 觉得到底会不会影响亲子关系 他们觉得大概有一%到三%的家长认为 是影响亲子关系 可是孩子曾经被体罚的呢 他们感受更强烈 然后觉得其实是影响到亲子的关系 大概都有将近五成到六成的孩子 是这样的感受的 我们发现家长跟孩子之间 其实会有二成四到四成四的一个落差 那因此我们家福基金会呼吁说 我们应该要提升正向的教养 不管是在家长的知能态度跟意愿上 如果提升之后 就能够保护孩子的因子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也呼吁家长 应该倾听孩子的声音 然后就是能够尊重孩子 然后降低儿虐的一个风险 那么呼吁家长应该要促进亲子的关系 能够用爱跟理性陪伴孩子好好长大 我想在这么多年来当中 我们看到我们家福一直在努力去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境 而在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处域性的措施 包括我们最近这一年就帮助了超过一千个人次的孩子 他们去接受了心理创伤的复原服务 也有将近三千户的家庭人次 他们在我们在持续的家庭处域跟心理的追踪等等的 当然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一些预防性的工作 能够让一些亲子教育好的一些课程能够导入 让更多的家长能够知道怎么去正向去教导这样的孩子 能够避免很多社会上不幸事情的发生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呼声能够让更多人可以听到 今年家福用爱包围计划 重募目标为三千万元 期望各界响应 一起帮助遭受不当对待的孩子 能早日走出伤痛 更再次与人气插画家猫爪抓联名推出意卖品 欢迎大家踊跃支持一起陪伴孩子好好长大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为了让台北成为安全之都运动之都及未来之都 并落实2030北市减碳百分之四十 及绿运输使用率70%的目标 台北市政府2月28号起实施U-bike前30分钟免被 且同步扩增车辆规模 也谢谢我们局处同仁 以及很多市民朋友给我们的反馈 因为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也做了很详尽的研究跟规划相关的配套 也透过大数据的分析 以及调度站点的统计啦 持续的监测 所以选在明天正式上路 我想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是希望让台北市持续朝向净零碳盆目标前进 达到减碳永续的共同目标 其实我想台北市我们身为首汉之都 我们的施政怨底 永续购融希望首都 永续这两个字放在最前面 表示这是我们施政的重中之重 所以今天U-bike前30分免费 不只是在交通运输 在居住 在废区处理等等各个面向 我们全面动起来 而交通是跟市民朋友息息相关 U-bike在台北市 我们有1338个站点 是部件全国最高 也是密度最高的城市 所以我们应该藉由这样的优势 鼓励市民朋友 来使用绿运输 使用U-bike成为它预计的项目最优先的选项 另一方面 其实我们在推动这样的政策 我们也做了相关的配套 我们不只是增加车辆 我们扩大我们的规模 我们也预计在接下来的三年 会投入一万两千辆 今年就会有六千辆 那我们会逐月的来增加 同时我们也是随时在监控 每一个站点 它的租界次数 建车率以及调度站的建车率 我们会即刻的做紧急的应变 我们有陈内景景变群组 另一方面 我们也对于每一个站点 无车无站的情况 有监控影标板 随时掌握情形 另外 我们也增加了调度人员 以及调度车辆 我们希望能够在政策上路之后 而面对各项的可能发生的困难 我们即刻的来解决满足市民的需求 其实我们很重要是希望 达成我们阶段性静零碳排的目标 2030减碳40% 也希望我们的绿运输使用率达到70% 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市民的朋友 跟我们一起努力 另一方面 我们也推出了减碳存折 所以未来使用U-Buy也可以 可以累积到我们的减碳存折当中 我们接下来都会有各项的方案 来鼓励大家尽量的使用U-Buy 搭乘捷运 使用公车 使用绿运书 来成为大家交通的运具 那最后我要再次的谢谢 我们维丹安 我们市府所有的同仁 以及在推动这项政策 付出的伙伴 能够让这项政策 明天正式上路 14-30分钟免费以后 我们预估整体的租借次数 会增加到15% 那因为我们之前大概 除了定期票跟转称优惠以外 大概有50%的人 现在已经享有30分钟免费了 那我们现在14-30分钟免费 原本50%的人 他要付费的人 他现在也不用付费 那我们预估一年 大概新增2700万人次的租借次数 是不用再付费的 那大概可以增加 整体可以增加15%的租借次数 那可以 大概可以减碳7000吨 然后可以减少18 做大安森林公园的碳排 未来我们搭配我们的扩生计划 我们除了车辆 会增加1万2000辆以外 到2017年 会增加1万2000辆以外 那我们的站点 也会从我们现在的1338站 增加到2000站 在115年 预计增加到2000站 提醒民众 公车捷运双向转乘 U-bike 就不再重复提供优惠 原同站还车再续借 需从原本等待5分钟 延长为10分钟 避免占用其他民众使用权益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我是医生 但不是你常见的那种医生 我的治疗对象 是整个城市的污水管 走遍城市角落 照顾城市污水管线 汉武的伙伴们365天 24小时不间断的轮班 为大家带来便利的生活 努力奋斗者 台北交通安心行 改变 要一起才行 改善道路及耗制 守护行人安全 机车退出骑楼 畅通人行道 加强执法 路口不停让行人 扩大取缔 一起努力 让台北市路口风景更美丽 台北有你 交通安心行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到基隆考察相关交通建设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带领交通部相关单位首长陪同一起到基隆市政府听取简报也实地到现场了解 在立委林配祥协助以及基隆市长谢国良积极争取下 针对基隆捷运第二阶段巴督到基隆的部分除了原油走铁道的方案市政府也会委托顾问公司评估从巴督到安乐区迈进入长庚医院再转进市区的可行性交通部也核定1950万元的可行性评估经费补助 贵要费用1950万我们初步同意我们期待就是把以前从巴督到基隆这一段因为本来走原来的铁道结果那个铁道可能汇除了课题那他们现在初步有一个新的路线我想说我们补助这个贵要费用请他们提出来那后续我们就按照行政程序来处理 我们捷运第二阶段就是巴督到基隆的部分的1950万的一个规划费也顺利核定给我们 那我们未来在这条路线上我们目前是会委托顾问公司但是会规划朝迈进入的方向就是安乐区的方向再进入到基隆的市区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的跟交通部配合来规划 那另外就是我跟配奖委员在配奖委员上任后我们非常积极在思考如何在国道一号的巴督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的基金交流道之间有一个引道 那这个引道呢是未来可以顺利的串联北台科技园区壮观社区国家新城以及未来的上置货柜 再到这个北二高基金交流道 我觉得这个对苏解安乐区的这个交通以及未来的城镇新的开发绝对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另外针对台六十二线延伸到万里金山路线的可行性评估 立委林沛祥也建议希望中央要一并规划新建国道三号设置高架引道衔接台六十二线西向快速道路 可以利用这条高架引道避开通过安乐区的基金路段直接到万里金山 才能有效疏解目前每到假日就塞在基金路段的情况 而其实今天到现场会开始交通部长王国才也实地遇到塞车时的状况 这样的行车路线导致说大五轮地区三万的民众 他们平常跟平常的生活作息跟假日之间的生活动线 跟我们这些去假日去金山万里游玩的好朋友们产生严重的冲突 所以在这边刚刚有跟部长讨论过 是否可以在地图上面就很明显的看得到 国道三号跟我们台六十二线是可以连接起来的 只是以目前现况来讲并没有一个西向的连接引道 那未来会见景交通部在这边做出研究 在综合规划的时候放进去里面 让假日的民众直接从山高到金山万里的时候 可以妥善的利用新的这个六十二号台六十二号线的延伸 包括七土交流道的这个北出的闸道 还有金山的这些杂道 那这边也请市政府这边 就是提出他的这个可行性的研究报告 那我们要按照我们这个高工局 有一个审议的要点来执行 我想说市长或是林委员对于 整个基隆市的交通有他的很长远的愿景 但是他的确有很多都要经过一些行政程序 那我们也想说这个在过程中也可以跟交通部做一些讨论 我们尽量把这个行政程序把它收短 尽量完成这些建设 而为了疏解国道一号系纸到五堵间最容易塞车的路段 交通部长王国才也表示 可行性已经通过 建设计划已经完成 南下北上各拓宽一线平面车道 大约六七年后可以完成 北部基隆段有一个国道的偷宽工程 就是从系纸系统交流道一直到五堵交流道 这是过去最塞的那一段 所以我们现在可行性已经通过 我们要把建设计划已经完成 它已经送行政院核定 那核定以后大概应该有六到七年的时间会做兴建 那我们希望说在北部最大的平均就是这一段 说明现在就积极来进行 平面透宽 各一个车道 而立委林佩祥除了协助基隆市政府 向交通部争取到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可行性评估费用1950万元之外 也协助市政府向交通部争取到 建置智慧路网1200万元的经费 总共争取到3150万元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跟着老师唱啊 跟着老师唱啊 就很简单啦 不會打錯 老師說打錯都沒有關係 老師有說打錯沒有關係 但是大家都打得很整齊 我們這些老徽婆婆媽媽 阿公阿嬤 大家要退休退休的 老團長老團長 所以我就把他集合過來 就辦這個剛好跟余慧 他也有這個意思 也有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就結合起來 做這個黃域詩緣 圓訪詩緣老人這個活動 漁村教室裡 這一堂課跟著老師學機骨 雖然打得哩哩啦啦 一點也不整齊 但每一個人專注的表情 要跟上音樂節奏 所以我常常都會提醒他們 手先動 再來口眼 然後耳朵要聽 那這裡據點已經 也是有大概90來歲的叔叔阿姨 但是你看他們一點都沒有老態 因為常常有在刺激 那這個也是有點像變相的運動 因為像剛剛這樣 我們這樣子就是打鼓啦 做一些活動 其實都會也可以增進他們新陳代謝 會流一些汗 所以他們都是非常有幫助的 來到漁會打造的食農教室 加這班的學員與理事長簡建輝 大夥分工合作 烹煮一道道美味的佳肴 熱騰騰的便當剛打包好 就趕緊送餐去 長者們已經迫不及待 在社區大廳引頸期盼 切菜不一樣的 都三口 還有魚肉 好豐富 比我們煮的還好吃 他們裡面都是屬於比較清淡的 然後就是像說有魚 有時候有魚有時候有肉 然後它青菜的顏色都配得很漂亮 都是一定有清菜 還有等於是至少它三個清菜裡面 是都不一樣的 行動不便的人 其實是很好的 因為我這樣送餐的話 他們中午不用再拜託 或是去請那個什麼 小部分大買 好 切魚片 斜斜切切 切大片也沒關係 余慧請來大廚 教導婆婆媽媽們 如何做料理 全部的食材都會來自答 已經把它切成片 所以最主要還是要注意魚刺的問題 要把魚刺去除乾淨 殺的時候 刀工就是稍微要注意說 下刀在哪裡 我比較不會煮 然後後來來這邊上課 就覺得他老是這樣子料理很簡單 對我比較不會煮的人來說 是我可以接受 很簡單 就是說他簡單 又好看 又好吃 因為我們有跟他學過 漁村人口老化嚴重 年輕人紛紛外出打拼 基隆區漁會推動綠色照顧 邀請銀髮長輩走出來 動動腦 動動手 這一堂縫紋課 平均年紀超過75歲 很久沒做過 現在做出來可以自己穿 就二三十年都沒做 現在再做了 蠻有成就感 這麼樣大家才會有記合力 你沒有的話 你自己在家一個人 絕對不會想要弄 你有疫情的話 就比較有那個動力 這個要用腦筋 一公分點 不知道到這裡 我們要穿差不多兩三公分點 這樣好 來 我帶大家 這樣 比較不會痠 反正動動手動動腦 大家都不會什麼都不會老 就是要這樣有這個精神 因為他們的先生都是出港 出港或是年輕的時候 他們都很辛辣 所以說漁會提供了這些活動 樂嶺的 樂嶺 他們屬於樂嶺 像頭髮白白疼 樂嶺他們已經也是很 就是讓他們手動動手動腦 動動腦這樣子 謝謝你 你爺爺還不成功 真乖 鼓勵長者走出戶外 儀會開辦皮雕課程 這一天 長者玩得好開心 你用心地做一件事 心情做好 心裡就覺得很快樂 像你成品做好了 你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每個就是像我們這個 中年之後的退休的人 就是每天都要走出來 然後認識朋友 大家認識互相交流 心得 都會跟他們講 捏緊捏緊 捏久一點點 其實他們力道就會出 我說沒關係 你們捏扁他 我們待會撿的時候 我們還是會把它翻證 所以我覺得說 你會辦的這個課程 是非常好的 可以訓練到老人的 肌肉發展跟頭腦發展 肌肉發展跟頭腦發展 給大家開心 會翻轉轉 基隆高齡化的比率 已經位居全國前三名 政府長袖上路 雖然益助經費 但對漁村長輩們來說 唯有不斷學習 才讓他們更快樂 其實以前的漁村 這叫阿公阿嬤 在家裡就是看看電視 如果下雨沒有出門 就待在家裡 自己坐在那邊 雖然可能也住台北去的 外縣市去的 自己就比較孤單 比較無聊 所以我們用心去做了很多計畫 還不是說打鼓 還不是說做衣服 拱毛線衣 還有皮雕 各方面我們想 我們就是想讓他動 你知道阿公阿嬤打鼓多好玩 他們多高興 雖然打得離開人 但是那種心情 腳動手動一起來 他們感覺都很新鮮 讓他們的活動力增強 不會像一個人 孤孤單單坐在家裡 也沒有什麼 能跟他講話 人一多話就多 而且話當年話童年 以前漁村怎麼樣怎麼樣 他們都會聊起來 而且出來走走 對他們來講身體上 尤其這種天氣 又冷又說在家裡 又沒有人講話 那我想心情上都比較不會那麼開朗 如果像這種夏天帶他們出來 漁會這邊有個大教室 大家在那邊一起 感覺不會冷的 話又多了 心情也放開了 什麼事情都好做 傳統漁村長者 大半輩子奉獻給台灣漁業 後半生要如何照顧他們 光依賴政府的長照 恐怕明顯不足 既有趣會推動綠色長照 就近關懷與村長者 讓他們有歸屬感 也樂於接觸人群 勇敢學習 記者黃壽銘 蔡小鈞采訪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市好運2U專車 8000元乘車補助 讓孕婦便利又安心 生育獎勵金加倍送 一起迎接小寶貝的到來 私幼補助再升級 提供孩子專業又溫暖的成長環境 樂生 助養 祝您好運 照顧加倍 幸福台北 出門綠交通 你我都輕鬆 每天騎燙單車 每月減碳5公斤 每天搭一趟公車 每月減碳8公斤 每天搭一趟捷運 每月減碳10公斤 綁定悠悠卡 開始我的減碳存折 營養化碳 中結者 能夠講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加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 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1. 熱水器嵌移至屋外 2. 更換成強制排氣室熱水器 3. 敢用電熱水器 能夠講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基上核的業者 都會遭到罪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核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基上核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支持影視產業 營養化碳終結者NACO獎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加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1. 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2. 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3. 敢用電熱水器 NACO獎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酒駕罰很大 1.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檢或聚策罰更大哦 2. 呼氣酒測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3. 酒駕再犯 聚檢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4. 酒駕重新烤罩 需強制加裝酒精鎖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2000元哦 5.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烤罩 6.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駛容若 內政部警政署 關心您